杨兆大家晓得是台湾最有名望的一个评论家跟作家之一 简直是个全才 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大家知道吗 他连古典音乐评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他写乐评集已经出过好几本 在台湾常年主持古典音乐的电台节目 接引过无数的年轻人进入古典音乐的世界 那么于是我找他特别帮我们制作一个古典音乐的入门节目 你会发现他的入门方法非常奇特 我们一般看到的古典音乐入门节目 总是喜欢先跟大家谈故事 一个音乐家的意识 一场音乐演出里面发生了一些的花边 他不来这一套 他是正儿八经一来就谈音乐的结构 音乐的曲式 音乐的演绎方法 非常的正经 而且他还找到他的女儿跟他一起搭档 杨兆之锦 过去是拉小提琴 拉得非常好 他的女儿 不知道是基因还是家庭环境 弹钢琴 更是出色 他现在正在德国的汉诺威的音乐学院就读 就是李云迪的母校 被认为是他这一代台湾音乐家 钢琴家之中最出色的一个人 已经有很多次的大型演出 很受欢迎 很受好评 这回呢他们妇女两搭档 一起用言语跟实际的示范演练跟演出 来让大家了解到底什么叫做古典音乐 我们该如何开始去听古典音乐 我保证这是一个你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的一个古典音乐入门节目 而我们为了这个节目 花的时间力气可真够大 花的成本也够多 但是我们居然没有把它当成正式节目 在线上播出让所有人看 去拉什么植入广告什么都没有 干干净净 就是为了要送给我们的看理想会员 做果典音乐入门的